这里现任还有八天的美国总统特朗普 因为煽动支持者暴力冲击国会陷入弹劾危机 铁了心要把特朗普撵出白宫的美国民主党员 星期二在副总统彭斯拒绝启动宪法第25修正案 罢免特朗普后 依然继续在众议院提成决议案 最终以223票赞成 对205票反对获得通过 促请彭斯立即采取行动 受促援引宪法第25修正案 罢免特朗普总统职位的美国副总统彭斯 一如外界所料拒绝响应民主党的这项要求 他星期二晚致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 表明不相信这么做符合国家最佳利益或国家宪法 否则将树立一个危险的先例 他认为当选总统拜登正准备就职的这个时候 当务之急是要团结国家 只是建议在嫌上不得不发 消息曝光后 众议院星期二依然继续推动决议案 要求彭斯援引宪法第25修正案展开罢免 并以223票赞成和205票反对通过了决议案 无论如何这次投票表决的象征意义更大 因为众议院计划在星期三表决弹劾特朗普草案 众议院议长佩洛西狠批特朗普煽动支持者 闯入国会暴力破坏的行为等同叛国 如今还拒绝为暴乱负责 种种行为都凸显了他在履行总统职责上的无能 为了维护宪法和民主 以及在特朗普对国家造成更多伤害之前 弹劾特朗普势在必行 目前佩洛西已经任命九名民主党众议员 担任特朗普弹劾案监察员 他们将负责把弹劾案提交参议院审理 普遍预测民主党人占多数的众议院 有足够票数通过弹劾案 目前也已经有至少三名共和党人倒戈 表态会投下支持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